今集说到属猴的朋友在2023年 套年运程 属猴的朋友今年套年有一个所谓的暗禄 暗就是黑暗不是犯法一定的 代表他是一些低调或者不为人所知的财运 如果你是打工的话 你很可能有很多秘劳 如果老板很容易有折扣回勇等等 如果你是公职人员 你真的不要说了 在属猴里面的人 哪个颜色是最好运呢? 我们先看1968年的黄猴 因为有合法 所以他们很好运 可以跟人们很快的达成一致 一起仓库 又不用求人 又不用看别人的面色 很可能还有贵人自动送上门 1980年的白猴因为有生合 例如有生意自己自动上门来找你 你做了这笔生意之后 赚到很多钱 跟公司很开心 但你怎样都要等到年底 才有一笔可观的花红等等 1944年的六猴 跟2004年的小朋友很大分别 1944年的长者很可能现在在响万福 优灾犹灾 设计多多要求 要求年轻人好像欠了你 2004年的小朋友很可能都是优灾犹灾 不过是在用父母的钱 希望你们的学业顺利 不要把钱拿去买游戏机 买手机等等 因为回不了你们的生年文昌 所以很容易打机比读书 自己习生 1992年的黑猴 本身已经能够低调了 在一个低调的黑套榴莲 更懂得深藏不露 如果不是的话 你所找到的钱 很容易被你老婆或是你女友 要不就被人查到你头都痕了 1956年的红侯 一向都喜欢高调的 找到钱 最多就让朋友羡慕一下 或者执目一下你 没什么坏处的 但是很容易给你钱赚的恩客 就很尴尬 但是要出来解释 为什么要给你赚那么多 那何必呢 所以看上来 属猴的人好像都挺好运气的 但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他们是中中等等 因为2022年这个 苦年流年 他们如果真的运气受压益 损失都颇多的话 还有可能损失的不只是财运呢 可能在感情和身体健康上 今年这个套年的好运 最好能够拿来修饰养生 好好的疗伤 抚平一下自己的生平 希望再战江湖 也是那句 得失是转眼间的 不要差一日的长短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